国立交通大学在台副校初期 先于新竹市博爱街成立电子研究所 然而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关行业支持 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出国 或是到外上工作 但是有几位同学却决定毕业后回馈台湾 更自称EBNOMAL CLUB 这个如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信念 却为半导体产业在台在地化带来契机 本集科技先锋 要介绍的人物就是EBNOMAL CLUB的其中一员 民国85年国立交通大学杰出校友 2014年交大名誉博士 北投凤甲美术馆的创办人 邱再昕学长 我是民国29年资深的 我自身在基隆的稍微郊外 一个比较贫穷的社区里面 暗落社区 我们这个社区大部分都是工人 在马头工作的工人 家庭比较多一点 所以都是比较贫穷的地区 身为老妖 邱再昕和哥哥姐姐一样 从小就要做生意 帮补家计 本来并没有计划升学 在国小老师陈其天的鼓励下 邱再昕成功考取建国中学后保送台大 以优异成绩毕业 并于1963年考上交大电子研究所 对化学与物理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的秋再昕 最后选择半导体为研究目标 那时候交大那些老学长在国外 都跟电机有关系的 知道未来的两个发展的方向 一个是电脑 另外的就是半导体画面的 所以交大就把这两个当作我们建校的基础 最早打对了 所以未来的50年 交大就靠这个学长们的很好的选择 才奠定了我们这50年 来交大都靈风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1966年 因提早获聘至美上设立的高雄电子 秋再昕就把论文题目定在 Feared Effect Transistor 介绍了两种MOS的制程方式跟未来趋势 成为在台学习半导体制式的先锋人物 我说这我有很快乐的三年 就是在高点那边 解决的问题几乎每天都有问题 但解决问题以后的那种快乐又很大的 所以我在那边坐得又快乐 员工赚的钱又多 另一边乡 从美国贝尔实验室回来的半导体专家 施敏老师自1968年8月来到交大进行一年的教学工作 在这段时间中施敏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当初我在教书的时候我发现对交大毕业的学生都给外国公司用的去了 我一定留下的刘浩春刘浩长讲了说我们自己来办公司 然后可以请交大的学生到公司来工作 当时我们也请了张军燕 郭商发 温鼎勋做顾问 另外我请了交大校友邱在新的做厂长 我也变成去年以后 台湾也有能力跟荷兰平起平坐的公司 福利普那是我的目标 因为那时候荷兰的人口跟台湾的人口差不多 荷兰的土地面积跟台湾也差不多多少 但是那时候福利普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之一 如此工厂坐立于竹北的环宇电子就于1969年成立了 而施敏老师则把公司的英文名字取名为Unitron 我们的公司比英特尔只晚一点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半导地公司英特尔是1968年成立的 在环宇是1969年成立的 就是我在交大的时候 这只差一年 英特尔算是台湾的第一个半导地公司 在邱在新的带领下 环宇电子在第一年就开始赚钱 厂房之先进也成为了国内的模范 是外宾访台必到之地 这技术成熟后 邱在新也设立了电算器部门 由焦大利一名杰出校友 宏基创办人是盛容代理 利用德州仪器所研发的IC 设计出由单颗IC驱动的电算器 一个设计出来以后呢 在台湾呢 哦 这被抢着要 那时候一台卖八千块 八千块已经 那时候的钱是蛮贵的 那时候一个女孩子的工资啊 大概没有超过两千块 所以一个设计就整个四个月的薪水了 应该很贵了 但是没有想到一出来 很多人排出 但邱在新学长与施敏老师 终究不是公司的大股东 邱在新的心血 在大股东的一个决策下 就被拿掉了 那我们的老板就想 哇 这么好赚钱 所以他自己要拿去弄 他就把我全部的人 连根都全部拔掉 他自己去弄过公司 心灰意冷的邱在新 也对环宇萌生退役 到了民国六十二年的时候 是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那么有些公司就撑不下去 那环宇的老板呢 那么他仿制业本业呢 做得不好 所以呢 为了财务的走转 他把环宇呢 电池呢 也做得很好的 想卖掉 IDT到台湾那样设厂 他们不想从头开始 他们想买一个厂 说是当初股票一块钱的话 我给你十块 结果他们董事会 就这样给它卖掉了 这些投资人 贪这个尽力 就看那个 把钱看得太大了 我这边原来他们答应我 我跟师民过十趴的那个 照理说我会拿十趴 也不是 也就被骗得 被人叙利乎乎了 所以我拿到的钱也很少 还是师民去 去讨论才有的 从那时候开始 我一生再也不跟有钱人结合 我一定靠自己 也慢慢靠自己 一点一点滴滴 靠自己 虽然环宇电子 最终并没有成为台湾的菲利普 但他在台湾电子业发展史上 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环宇也后来也变成 台湾电子业最重要的一个摇篮 因为半导体从这边生出来以外 很多人在这边受到训练 后来他们到外面去都有很好的成就 离开环宇后 邱再兴已剩下不多的资本 开了贸易公司 并依靠与各家科技公司的来往 牵线造就了其他台湾代工业的传奇 像拍力的自动对焦的感应器 公司又慢慢上轨道了 一次机缘下 邱再兴再次得到设厂的机会 张金燕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叫集成电子 他做集成先名字是当他的sales 再集成电子后来失败了 交通银行去以前那个机器 他们就是把它没收了 都一个银行他做机器干什么 所以后来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结账 我突然说张金燕已经开过了 我说好吧我就把它买下来 邱再兴接受了这一批设备后 生产太阳能电池以及整流器的晶片 光达电子就此成立 这家公司也赚到很多钱 以为岁月静好之时 邱再兴又迎来了第二次风暴的来袭 第一个朋友保证 我的朋友倒掉以后 我付一切的责任叫赔偿 赔偿我就把高雄 我那个NNN公司也卖掉了 基隆这工厂 后来我也卖掉了 我就卖给宋公园 后来他说我知道在那边那么辛苦 他就干脆把它买下来吧 邱再兴的债务最终得以还清 而日后一次聚餐中 宋学长为邱学长带来一个好消息 出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九千 九千 那给 他跟我买的 光达是不是五千万 我说不是啦 是六千五百万买的 他说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工资只五百亿 我说很好啊 这表示我的理性是对的 你们帮我完成了 我很高兴 虽然邱再兴学长 并不是直接达成了这个梦想 但他还是很感恩 电子业最后能够在台湾发扬光大 这个梦想达成后 邱再兴也离开了电子业 并投身艺术节 我自己会走到艺术节条路 事实上也是跟小时候 对文学的喜好 对文学的陶冶也有很大的关系 文学跟艺术是一线之隔 都是一样的 都是跟感性比较有关系的 在1986年 因为邱再兴跟一个朋友做宝 而变得一无所有 在此绝望之时 他到东德寻找商机 协助东欧发展半导体 在地的美术馆成为邱再兴 可以放松心情的地方 从那时候开始 学长也开始接触艺术 收集画作 此时邱再兴也萌生了新的理想 1990是股票高涨的时候 很多先先向荣 但是整个社会很乱 所以所有人都不务正业了 有钱的话就去买股票了 没有钱去买股票的人什么 被人偷抢 这整个社会很乱 所以我回来看看 我认为说台湾病了 我说要让最低限度 让小孩子知道 金钱不是唯一他们追求的东西 像艺术啦 梅啦 文学啦 所以我才弄完美式馆 这个是一个市民 经过他的脸子看外面的月亮 这是望月 但是我把它转过来 变成人从外面去看刚才那个市民 这就是湖南乡西远就所他特别发明出来的 在80年代发明出来的 那个叫做钱艺术 来到凤甲美术馆 不难发现特展区 远比长社展区大 这也隐含着邱再兴对艺术创作者的支持 他比较像是抱持着一种分享的态度 他在这里建了这个美术馆 有这样子的空间 如果只展示他的收藏品很可惜 他希望这个空间能够给更多不同的人来使用 发挥他的价值 投入艺术后也不忘饮水资源 回馈交大 为艺文中心的成立不遗余力 事实上登校长蛮难得的 就希望我去帮助交大弄一个艺文的地方 总因为原来交大那些东西里 没有什么空间 可以独立到可以弄一个小型的艺术空间 所以就没有成型 后来图书馆建起来了 我又去看了 他们又就是要找我 去看看地方可不可以 我就选择了现在的地方 如果以后我们在那个厨房室那里 我们一定要有温度控制 湿度控制 同时的话呢 所有那个外墙的 对外的那个窗户 都用安全玻璃 人家瞧也瞧不破 都是安全玻璃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来保护我们这些东西 让人家放心把贵重的东西放在这里 那么最珍贵当然是艺术品了 艺术呢 就是你在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享受的东西 你可以很身心地去领略它的美 经过人生多次转折 就在心每次都一步一步重新振作 而学长的信念就是 无论做什么东西 你都要用心 困难 你的挫折困难 就像我们店主 店流在线上面出流 可是没有什么无声无色 只有在店主的时候 你才有光有亮 所以我就在艰苦的时候 我去突破这个困难 那时候我的生命最有意义 就像我们的渡人 我来自然渡相 但是我来自然的 最不得到地上 简单的就是 感谢观看